刚刚得到消息啊 就是我背后的照片这些信息 他和这个事件是不是相关联的 还在核对当中啊 因为开始都以为这些照片是梅塞 当时投降的18个军人 但是没有想到刚刚公布的消息 这是在克耶邦的卡拉亚 430营 100多人的军营 他是团体编制 虽然叫营长 中校詹纳昂和少校角度收 所率领的整团投降了NGOG政府 这可是政变以来 恐怖军人第一次整编制的投降部队 恐怖军团的团集部队也就100多人 连级20多人 人都打光了 这可能会形成骨牌效应 可能到最后只有归缩在内比都的 100多名将军们组成的军团在与人民国防军决战了 克伦邦的革命消息人士也说这个消息属实 但我们不便去评论 因为还等着官方的正式发布 这几天各大军区的司令都在慰问退伍的军人 意思就是说军政府养了你们这些人70多年了 现在是你们这帮家伙出来爆笑祖国的时候了 这就是黑帮的规则 加入了黑帮你想要脱离都难呢 这背后的视频可能更加印证了下缅甸 缅甸南部已经成为国防军的解放区了 这个视频是克伦民主解放军和PDF团结一起 尤其是特种作战部队SOF 在孟邦的八号国家公路上 在白天进行了巡逻 检查了卡车和汽车 这是人民国防军在管控国家公路方面展现出自己的实力 向缅甸恐怖的军人发出了明确的信息 该政权已经失去了对该国南部地区大变土地的控制 如果有的人还不相信人民国防军的实力 相信缅甸军人 那你们可以开车去下缅甸试一试 看看真实的情况是这样吗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马上播出的背后的视频 就是今天一名缅甸军人 向国港同盟军投降了 交出了武器 这是他接受采访的一个视频片段 我们感受一下他说了什么 所以他会跟那时候 就像这一段时间 您让我看待 你让我看待 第二位师父的第二年 我看待我看到 我看待我看待 我看待我感觉 我看待没什么 一直round忘être 你真是不 tower incarceration 我為了 martyrdom kanssa 如果是這些朋友 你爾也豐有 我能指導他 就是 'd不能 我认识说 我们都在在中国 我认识 这下一个中国人 我认识说 我们在中国 真的没有人 真的没有人 我认识 我们在中国 我认识的语言 这些语言 都没有人 语言 被冒养在公寓中 被冒养在家中 我今天要去哪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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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去哪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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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绵北国阐地区老街 也于23日晚上8点30分左右 发生了枪战 军方三人被打死 今天又有视频播出 老街两栋建筑楼顶 发生枪战 据说是电信诈骗犯 集团内部发生了内讧 边境城市穆杰 也发生了战斗 一少校及士兵两人被打死 拉絮加油站附近 近日也发生了炸弹爆炸 情况不明 在缅甸北部 也是越来越动乱 我们背后这张照片 就是仰光的青年佛教协会 YMBA的主席 在车内被枪杀了 事件发生在23日晚上7点30分左右 地点位于新德贡镇 他所住的住所附近 他现年77岁 他也是仰光军政府的镇的军方的管理委员会的成员 这个人罪恶多端 所以去了他该去的地方 所以我们说到不要做恶 没有好的下场 下一个搞笑的事件 就是讲一个笑话似的 恐怖组织成员 臭名装注的军方的宣传部副部长 整天开口 跑火车的谎言大师 索民通 自知自己的罪恶深重 突然穿起了袈裟 当起了临时的和尚 25日早上7点20分 当和尚有入门仪式 需要别人捧场 但大家都避嫌不敢去 因为他太臭了 他不思悔改 做和尚还装枪做事 还要耍威风 命令养殖教育学院 及教育学院的公务员 必须出席他的装逼仪式 若不参加 将追究责任 狗改不了吃死 披上人皮的魔鬼 其实他也是一个 特别搞笑的一个人物 你看他的照片 你说有的时候 看到他真的想笑 这背后的照片 就是石改省的公益组织 MTYC 向伊玛滨镇和萨林基镇的 600多名受灾 当时就是墨茶 预风影响的人们 捐赠了食品 包括鹰嘴豆 大豆 沙丁鱼 还有人肇肉 还有其他食品 感谢这些公益组织 这背后的照片 就是看到 受人民群众支持的军队 是什么样的 这是发生在 石改省的普雷镇 人民国防军的 ABSDF部队 他们受到了人民 用鲜花 欢迎他们归来 感谢他们对他们的保护 这就是人民拥戴的政府 拥戴的士兵 以上就是今天的播报 感谢大家的支持 我们下集再见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 谢谢大家